我是股市大師兄 陳學敬 陳老師 看到今天的一個指數啊 直接的一個開低 的一個下差下來 各位現在有個投資朋友 今天那個拉回你是不是又嚇了一跳 那麼為什麼大師兄一再的一個強調 跟緊腳步很重要 做對做錯 真的會差很多 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你想想看 就像在8月6號當時候的一個情況一樣 8月6號當時候因為美中的貿易戰的衝突 持續的擴大 並且市場人人自危使得一個指數 下差來到了10180點的時候 當時候很多的一個專家不是看到的一個指數的下差 紛紛來恐嚇你 紛紛來嚇嚇你 甚至好多人天天都在幻想說 會有大西波的一個下殺的一個時候 但是大師兄我怎麼告訴大家的 當時候大師兄就很斬丁絕的告訴大家 我說利空碎鏈底部 孕育絕佳買點的好機會 並且大師兄這一路以來一再的一個強調 我就跟他說過了 8月利空足底好佈局 9月心無掛礙大風說 10月普天同慶放煙火 11月震盪換手再上工 12月台股甩尾再噴出 結果各位你看 這一波的一個台北股市有沒有一如大師兄的一個規劃 就是臉妹的一個噴出的一個大漲上來 不僅是大漲上來 而且從10180點 一路大漲來到12125點為止 這樣一波的一個大漲足足大漲的將近 2000點 一切一切都敢講在前面 只要你有時序鎖定我們的一個節目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隨著一個等數大漲來到12125點之後 後世的一個行情怎麼看 短線的一個讓的一個震盪我昨天我也跟他說過了 震盪的一個目的是為了什麼 震盪的一個目的是為了洗盤 是為了一個清洗服務 是為了修正的一個均線的一個乖離過大的一個現象 等這些的一個修正的一個完畢之後 各位可以看著 後世的一個行情 他還是會延續原來的一個讓多頭向上的路 持續的一個這樣往上攻 所以特別是在下禮拜就是聖誕節 所以你會發現這兩天都外資都一路的一個怎樣 一路的再多調節 因為聖誕節外資要休息 所以你會發現這兩天的一個外資 不論是期限或 這兩天都是同步的一個 同步的一個出現的一個調節的一個賣超的壓力 所以使得這兩天的一個指數 的一個震盪可以拉回 但是你想想看這兩天外資調節之後 到下禮拜 下禮拜那外資調節賣壓也差不多結束了 因為外資要休下去了 那下禮拜將是有怎樣 由內資當家的格局 所以你會發現 就為什麼今天的一個這樣自行商 今天 開始出現了一個大買 所以我告訴大家 下禮拜的一個行情雖然指數會震盪 但是 很多的一個這樣中小型股 將會一檔一檔的一個 的一個大漲上來 這也都是在下禮拜 我們要帶大家來怎麼樣來掌握的一個機會 所以你只要記好 大師兄跟大家說過的 多德馬吉諾的一個防線 117X9 只要這個關鍵 沒有破之前我可以告訴大家 喝了在上 震盪換手之後 還是會怎麼樣 還是會持續的一個往上攻 因為你可以 你可以看到啊 現在不論是經濟面 不論是籌碼面 不論是經濟面 都處在10年來最為有利的一個條件之下 那成交量都還是控制在1500億1600億 這麼漂亮的一個水準 你歷年的天量3000億左右的一個天量 都還有一大段的一個距離啊 甚至包括的一個新台幣的一個匯率 你可以看到啊 隨著一個央行全球央行大將協議 以及台商吃鮮的回流 低波 升值的1塊6毛多 指數大漲的將近2000點 那麼後世還有很大的一個升值的一個空間 那你問為 後世的一個行情會不會漲 他會漲到什麼地方 一定會漲到很讓又跌破很多專家眼鏡 但是礙於法規的規定 那我們因為在節目上 不能對 不特定的一個 的一個 的人 做公開 如果你想知道的話那麼在今天的一個晚上 台北的一個講座 以及禮拜天早上的一個台中跟高雄的講座 你來現場 大師兄來告訴你 我來告訴你這一波的一個人這一波的行情他到底會看到哪邊 既然過去從一萬年一百八十點 這一波大漲將近2000的行情 都能夠被我們掌握到 我可以告訴大家 後世的一個行情啊 也將逃不出大師兄 的一個手掌勁 俗話說千金難買早知道 萬般無奈想不到 就是因為很多人往往都想不到 所以才會一而再再而三的一個 錯過行情 一而再再而三的一個措施機會 跟財神爺插身而過 真的是非常的一個可惜 比如說我們像國劇 今天你看到的一個報紙的新聞 工商時報說MLCC即將漲價了 明年的一個首季有機會看漲5到10% 所以 雅謝外資也說 可望重玩怎麼樣 獲利成長軌道 好那今天國劇大漲大漲開出 今天在創404月新高 那這個時候 已經大漲了400多塊了 你這個時候追不追 我問各位你追不追 你這個時候去追 是不是會追高了 那你真正要買的時候是在什麼時候 看好看好 9月28號246.5 北中南講座大師兄無事跟你做分享 都是在低檔 擅自11月7號271塊我還敢帶會員朋友買 都有訊息為證 你要在低檔買你才能夠買的安心 抱的放心 而且才能夠賺的 開開心心 大師兄就告訴大家親責先行王 被動員就其他股票你不用看就是看大師兄給你的一個國劇 而國劇大漲上來後 現在不是叫大家去追他 但是大師兄口袋名單裡面 還有一檔 像國劇一樣 從低檔 才剛要起漲的股票 這是哪一檔 想知道的話那麼在今天晚上的一個台北講座 以及禮拜天的一個講座 你就一定要來 包括這個無城市漢堂也是一樣 你可以看到 12月10號的一個聚恨網的新聞 哇告訴你什麼 哇漢人好11月營收創新高 法人暗戰 12月10號 新聞出來結果隔天 開高189 你要不要追 你跳進去的話馬上當天就被怎麼樣 一根的黑白棒就被洗下來 洗下來你出場之後你看 又怎麼樣 又大漲上去又再創新高 所以為什麼我告訴你要跟緊大師兄腳步你看我們買在什麼地方 157 訊息在這個地方 而且一出手就是買進五成 加碼到五成 第一波先賺一波拉回來167再怎麼樣 再度出手買回來 兩檔累積的一個價差都超過三成以上 合計的一個價差 達到 62塊 10丁多少多少 那是2塊 那這一檔的一個漢堂 還可以買嗎 他的一個破蛋的一個滿足點看到哪邊 如果你想知道的話如果你有跟著我們腳步的投資朋友來你來演講會場上 大師兄來告訴你 甚至包括的一個郁軍工也是一樣你可以看到我們買在什麼地方 都是買在別人不敢買的一個地點上 都有訊息為真 然後一波的一個大漲上來你可以看到光是這樣一趟一張的價差137塊 10丁就好 10丁就137萬 那這一波大漲上來之後不是叫你去做最高 大漲上來之後因為漲多他一定會震盪 但是震盪的一個時候 然後 什麼地方 可以再出手 然後是會漲到哪個地方 都在大師兄的手掌心裡面 你想知道的話那麼講座上你就一定要怎麼樣 你就非來不可甚至包括的一個威剛也是一樣 現在全市場好多人告訴你威剛啊 都在什麼時候告訴你威剛 都在大漲上來的時候才告訴你威剛 我什麼時候我就告訴你威剛 12月6號啊 你要買在12月6號的一個地檔上這樣一波大漲上來你賺錢不用等啊 這樣一波大漲上來這樣就多少 超過三成啊你不要小看三成啊 一檔三成兩檔三成三檔三成 你只要三檔下來你的一個財務馬上翻一倍 漢堂 兩檔超過三成 郁君光超過三成 威剛超過三成你看三檔下來你的一個財務 馬上就翻一倍了 那麼這一波的一個威剛大漲上來之後 短線他會震盪 但是震盪之後什麼地方可以再怎麼樣 可以再出手 未來這個目標價 他會看到哪個地方 我相信全市場只有大師兄 有這個實力 有這個本事來告訴你 你想知道的一個投資朋友那麼 在今晚台北的講座 以及禮拜天台中台南 跟高雄的一個講座 你就一定要來 那麼季威剛的一個大漲之後那麼像啊 金豪科 像這樣的一個股票 如果有拉回的話可不可以買 而這一波的一個金豪科他的目標價 渴望上看到哪個地方 包括了一個群年 再兩天的一個震盪的洗盤 可不可以再出手 那麼群年 他的一個未來 看到哪裡 在 這三場的一個講座 大師兄都會無私跟大家一起來做分享 而且你可以看到為什麼我說你一定要跟進腳步 因為你可以看到我們今天一出手 我們帶會員朋友買進一檔 絕版一字頭的網通股 絕版一字頭的網通股 你看漂亮打底 機會來臨的時候 帶會員朋友出手 一出手馬上先買線算漲定版 10月11月的一個營收 零兩個月年增超過130% 絕版一字頭的網通股 大師兄要帶你來 大師兄要帶你來 重款榮耀 這是哪一檔的一個股票 你想知道想把握的一個投資朋友 那麼在今天的一個晚上 的一個台北獎座 還有高雄跟 台中的一個兩場的一個獎座 大師兄都會完整無事跟你來做分享 甚至包括這一檔絕版一字頭的一個龍袍加深 尤其這一檔的一個股票 你務必要好好把握 從一字頭不要多漲到三字頭就是多少 就是一倍 那就是一倍 你要不要把握 想要把握的一個投資朋友 那麼在今天晚上的一個台北講座跟 周日的一個 台中跟高雄講座 你就非來不可 我常說啊 人對了股票對了 做什麼事情 都會對了 不管過去你的操作如何 就算過去你的一個操作不順 但是只要你有心 你想要賺大錢的一個決心 你想要在股票市場上 把過去所失去的給加倍百倍鳳凰撞回來投資朋友 在這三場的一個講座 非常非常的重要 禮拜五晚上台北 禮拜天早上在台中 校在高雄 大師兄跨年度的一個代表作 威剛第2 並且 在現場 老師還會 特別準備 三檔 底部才剛起漲的一個私房的一個好股 還有現場 還有 關鍵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資料 要給大家 只有來現場 才有 那麼怎麼樣來取得免費報名的資格 那麼大家真的很踴躍 所以我看今天好了 今天 你既然你我有緣 今天 大師兄特別開放 特別開放你直接打電話進來 直接打電話進來 你就能夠免費參與這場的一個講座 所以電話你記好 02 2321 9933 02230 9933 要給你賺了 輕輕鬆鬆 如果你真的有事 不課前來的話 那麼大師兄的一個標股的一個新天地 NIEND 你也務必要 趕緊做加入 QR後趕快掃描一下 加入大師兄的一個NIEND成為我們好朋友 好事就是會發生 因為有好康的 就像台表哥就像威剛就像郁君光 你可以看到你今天只要是我NIEND的粉絲好朋友 我相信這一波的一個 的一個大行情 你都賺到了 那麼未來像這樣的一個股票 我可以告訴大家 還有 想把握的一個投資朋友 來 歡迎你直接來現場 或者 大師兄的一個這樣 你一定要 趕快 擁有 祝大家週末愉快我們下禮拜同一時間見囉 拜拜 本公司以往的績效不保障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券券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判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